今天吃什麼? 阿King 跟你想碰它 椰菜花炒飯 材料很簡單 有1個椰菜花 紅蘿蔔,洋蔥,火腿,雞蛋 把椰菜花切開 然後用豆粉水,鹽和醋 浸泡它 洗乾淨 過1-2次水 很乾淨,很漂亮 就可以瀝水 紅蘿蔔 切粒 這是用椰菜當飯 紅蘿蔔 做菜 喜歡吃的,可以放很多 洋蔥 切粒 切粒 就可以了 火腿,你喜歡用哪種火腿也可以 今次我選用這種火腿 一樣 我看它,這種火腿比較密實 我把它切粒 鸡蛋,打碎鸡蛋之后,加入鱼露 让鸡蛋带点咸味,然后发均匀 材料全部都准备好,开始做了 椰菜花,我们当作饭炒 所以我们先将椰菜花搅碎 做到这么小粒 你看看,是否像饭 吃多少碗都不肥 锅上加些橄榄油 放些红萝卜 炒了红萝卜,比较软 然后加入蒜头 让红萝卜有蒜头味 再加上洋葱 这次我用一锅炒起,不用炒起 很麻烦 然后炒起火腿 嗯,好香啊 然后加一点橄榄油 关键在这里 如果能吃蒜头的话,加多些蒜头 整个椰菜花炒饭会更香 我觉得可以放些椰菜花碎 好似当饭,吃得多些就放多些 就这样炒 然后放一点鸡汁 我们继续炒它,炒得熟和干身 嗯,炒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撥中间的位置 加些油 把鸡蛋放在中间中间 把鸡蛋这样搅拌 把鸡蛋这样搅拌 搅拌至半生熟的时候 鸡蛋好像很稠 然后把椰菜花拌至半生熟 这样搅拌均匀 你看看,炒至干身 这个饭就可以了 哇,好吸引啊,好香啊 真的很好吃的,你也来煮一下吧 想知道我下次煮些吗 快点订阅我的频道 记住和你的朋友分享啊 见到晚了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